馬太復音四章十八到二十節 耶穌在加利利海邊行舟 判見弟兄二人就稱呼彼格的西門 和他兄弟安德利在海裡嚮往 他們本是打魚的 耶穌對他們說來 跟從我 我要教你德人如德語一樣 他們就立刻手往跟從了他 所以耶穌在這裡 在加利利海邊行舟 還有兄弟安德人在那邊打魚 因為他是工作人 他們是漁夫 這就是他們的職場的位置 耶穌去到他們等來他們職場的位置 然後對他們說了一個改變他們的人生 他們說來跟從我 使你德人如德語 我使你德人如德語 然後他們立刻地離開 他就在那裡了 是誰 我沒有 他就在那裡了 弟兄很可愛 弟兄就慢慢地把他推出來 然後慢慢地默默地放在裡面 所以這些人的回憶是立刻捨亡 所以這些人的回憶是立刻捨亡 你要是說你的團隊的那一個目標是非常清楚 必須要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個 所以你的目標是必須非常清楚的 也就是說你跟他講的團體的東西 溝通的必須是很清楚 而且簡單易懂的 它必須是簡單的 它必須是簡單的 但是是有深度的 第二點是它必須是可以讓你就是 它必須是可以讓你就是 它必須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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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很重要的道理,我一定要參與在這當中。 當我看到巧克力蛋糕給我,我會覺得我一定要去幫忙。 所以當他們聽到這個目的,他們想說我可以幫忙,我必須加入這個團隊。 所以當他傳遞了這個目的給他的時候,他就是引起幫他一個一定要參加的動機。 第三個就是你的目的,是必須大家都認同他,去擁抱他,去參與,認同他的。 如果一團隊裡有一兩個人,他們對於整個的目標、目的、意思不認同,他們發生什麼事? 他們不認同,他們不認同。 可能是台灣人,台灣人不認同。 你想想一下一本書,是一艘船, 是一艘船, 然後在船上有四個人, 然後他們一起滑。 他們是滑的動作是一致的。 如果其中的一個人跟其他人的動作不一樣, 然後他們會把他損失。 然後這個船,他就會往同的方向, 就偏了那個方向。 可能他開始一看好像覺得離他本來的一個回到航道不是太遠, 不是太差太多。 但是你去了一公里之後, 你就會讓他越來越偏離。 其實在團隊裡面也是一樣, 在我們事工裡面。 如果一兩個人,他們偏離了這個團隊的方向, 可能剛開始的時候看起來不會太糟糕。 但是當時間久了, 這個團隊就送上原本的意向跟使命, 然後也不會拿到他們原本的設定, 拿到目標, 然後他們就會落到別的地方。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有對的一個期待, 然後讓每一個人都明白, 清楚知道你要做的是什麼。 這類型的團隊, 我認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想要參與其中, 每一個基督徒都想要參與其中呢? 每一個基督徒都想要參與其中呢? 你認為嗎? 我認為這樣, 你認為他們認為嗎? 請問他們。 請問他們。 請問你們會覺得, 如果這樣的分會, 你們會覺得每一個講師基督, 都會想要參與其中呢? 有看見像跟實力嗎? 不會。 沒有。 但不是每一個人都會。 如果有人不想參與的話, 不要強迫他們。 你要的那些是我們一起同學的人, 他們很興奮和願意要參與在此當中, 他也會有大使命。 他們也是委身在去得獎那些還未得獎的人, 這就是你需要的。 你是看到在你的同艘船上的隊友是你需要的。 有任何問題或是有任何回饋或是意見嗎? 所以已經偏離的那個人嗎? 已經偏離的那個人, 一直沒放回來,怎麼辦? 我會說, 我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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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聽到耶穌說, 我讓你得人是得以。 他會把你把你丟掉進去。 他為什麼聽得懂? 我是打遺的, 我是打遺的。 我是賺錢在打遺的。 那耶穌跟他講說, 我要讓你得人是得以。 他怎麼聽得懂呢? 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 那耶穌遁突然跟我講說, 你不要做生意的人才跟誰呢? 那個時候他怎麼聽懂? 彼得呢? 彼得跟安德烈他們都聽不懂得能不得以的意思是什麼。 好 OK So What he said is When Jesus came to the theater And The brothers And they cast all their names And Jesus told them You wi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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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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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人在尋找人生的目標 無敵的價值 我相信他們不想一生成為漁夫 我相信他們希望更有影響力 所以當一個拉比過來跟我講說 你來跟蹤我的時候 他們就丟下了一器 所以我相信每個人心中都希望成為有影響力的人 他們希望知道生命是有價值的 所以生命不只是每天上班 回家 吃魚跟飯 我相信他們可能在他們那個時候 向他們打揚 不配來公主也沒公主 他們覺得他們是有價值的 你們想不想要去 他們在一起 所以他們才會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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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才會驗靜 這些年輕人,大概15、16、17歲吧, 在那個時代背景裡面,在那樣子明明成的年輕人, 是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老師、一個教師,是他們跟學的。 相信這些年輕人是被其他的老師們離棄的。 所以當一個老師來到你面前,跟別人面前說, 他們就發現了這些很好的機會, 但是在當下他們完全全然明白他們參與的計畫是什麼? 當然在耶穌文化裡面有一點全力, 但直到耶穌上十字像的時候,他們都完全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所以,在前面前,當他們領下的請問, 有些東西是很明顯和很明顯的事情 關於什麼事…